拿到烏魚子 我們就把它泡在那個高粱酒裡面 泡個一分鐘 我們再來氣磨 氣好了 我們再拿去烤 溫度要在300度 在350度 烏魚子放在網子上面 靠近那個火 表面上會這樣 隔面再烤 這樣子兩次的 這樣子就好了 如果在家裡 沒有烤箱 可以用平底鍋 等它熱度 稍微冒煙的時候 我們就把烏魚子放上去 然後一個麵大概煎個15秒 讓它的表面有點焦黃 香氣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烏魚子在切 我們是斜刀切 可是也不能太薄 太薄它沒有那個口感 跟那個蘿蔔吃下去 還有蒜苗一起吃下去 再追你魚子的香氣 你看看 我可以吃 你不可以吃